中国政洁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 会议指出中国会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此外经历了史诗级抛售潮后 摩根大通也在5月16号的时候 对中国互联网科技股给出了全面看多的评级 自此中概股在5月17号开始集体拉升 这是否意味着中概股的领动就要结束了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 独家解读 自2021年1月至今 恒生科技指数的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63% 30只成分股的总市值也一度蒸发超过13万亿港币 各大耳熟能详的公司股票也面临了几乎腰斩的惨烈状况 但是目前中概股回暖的积极信号越来越多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似乎也正在摆脱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头部公司的股价已或许将超过预期上涨 5月16号摩根大通最新的言报表达了对中国互联网科技头部公司看多的明确观点 腾讯的目标价位也调整至470港元 对比5月18号收盘的361港币 预测涨幅接近30% 摩根大通突然转变此前看空的态度 或许也是嗅到了中概股业绩触底回升的喜好 除了摩根大通之外 以共有基金管理为主的世界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 富达国际也开始进入了抄底中国互联网科技股的队伍中 中国互联网科技股面临的政策风险目前已经大幅降低 中美双方的积极的进展与沟通 也似乎预示着这一轮的监管风暴即将结束 综上中国科技互联网行业的至二时刻似乎已经要结束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